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卫报推介节目 在今天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群曾经与特朗普密切合作的终身共和党人,前助手们对他的严厉谴责 他们在公开信中支持约翰·凯利,后者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称特朗普福和法西斯的定义 这封信揭示了这些前官员对特朗普性格的深刻担忧,并警告其再次当选的潜在危险 随着前特朗普幕僚们纷纷发声,从国防部长到白宫驻守,对特朗普的评价令人震惊 他们不仅形容特朗普为骗子和法西斯,还强调了他对美国宪法的漠视和对民主制度的威胁 这场反弹不仅来自于他们的个人经历,更是对于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 此外,我们还会讨论目前的选举动态,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性别差异,以及各自的竞选策略 随着选举日的逼近,局势变幻莫测,谁将在未来的美国政治中取胜,值得我们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更多终身共和党人,前特朗普助手在信中谴责前总统 卫报 一组终身共和党前特朗普助手在周五加入了对共和党提名人性格和担任白宫资格的批评声浪,支持约翰·凯利 他在本周早些时候称他的老老板是法西斯 凯利将军所揭示的内容令人不安和震惊 但因为我们了解特朗普,并曾为他工作和与他共事 因此我们对凯利将军所说的内容感到遗憾的并不惊讶 来自十多名曾在特朗普政府工作的工作人员的信中写道 最早由《政治报》报道 签署信件的包括凯文·卡罗尔,凯利的前高级顾问 凯利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一届总统任期内任职时间最长的白宫幕僚长 其他签署信件的人包括前白宫副新闻秘书萨拉马修斯 前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伊丽莎·白纽曼 前白宫通讯主任安东尼·斯卡拉木齐 以及前国土安全部幕僚长麦尔斯·泰勒 他是匿名一书的作者 该书警告特朗普在其混乱的政府早期阶段的狂野和不民主行为的危险 信件是在凯利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后发布的 他在采访中表示特朗普符合法西斯的描述 这是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 详细描述了前特朗普顾问 关于当时总统表达希望拥有希特勒那种将军的愿望的说法后不久 文章还引用凯利描述特朗普贬低军队成员的持续模式 特朗普竞选团队否认了这些说法 这封信还跟随了关于特朗普的极端主义 反复无常和对美国宪法漠视的严厉警告 来自于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 前特朗普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和马克·埃斯珀 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以及特朗普自己的副总统麦克·彭斯 信件向《政治报》发布 继续写道 我们赞扬凯利将军 清晰地强调第二个特朗普任期的危险 像凯利将军一样 我们并没有轻易做出站出来的决定 我们都是终身共和党人 为我们的国家服务 然而在历史上有些时刻 必须将国家置于政党之上 这就是这样的时刻 每个人都应该听取凯利将军的警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法西斯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 起源于20世纪初 以意大利为发源地 该体系强调国家的至高无上 推崇民族主义 并主张集中权力于一个领导者 或小团体手中 法西斯常常以军国主义 反共主义 反自由主义为特征 并强调社会的秩序和团结 在意大利 法西斯主义 由贝尼托·莫索里尼 于1920年代初首创 他在1922年通过 三月进军罗马掌握政权 建立了法西斯党的统治 法西斯主义随后蔓延到德国 西班牙等地 最著名的例子 是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 尽管在不同国家具体政策有所不同 但这些政权都呈现出一些共通的特征 如强烈的民族主义 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严密的社会控制 以及对反对派的镇压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与20世纪初的社会 经济危机密切相关 经济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以及社会动荡为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创造了温床 法西斯政权 常常利用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 承诺带来稳定和繁荣 以赢得民众支持 二战结束后 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大多数地区 失去合法性 被广泛谴责 然而 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 某些现代政治运动 被指控携带法西斯主义元素 特别是在某些极端民族主义 或极右政治派别中 法西斯主义被认为 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 对人权 自由民主构成威胁 因此 对其历史极影响的研究 在学术界和公共讨论中 占有重要地位 法西斯主义 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现象 它的运作模式和思想基础 对理解当代政治极端主义和暴力 仍具有警示意义 尽管法西斯主义 在不同国家 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但其共有的核心观点包括 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强调 社会阶层的不可改变性 反对共产主义 反对民主制度 强调一种英雄式的领导 并且常常与特定的文化 或民族特质相联系 这样的特征 使得法西斯主义 成为历史上一种危险的政治力量 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大规模的人权灾难 今天 法西斯及其相关的思想和行为 受到法律和道德的谴责 许多国家制定法律 禁止宣扬和实施法西斯主义 并持续教育公众 以防止类似意识形态的死灰复燃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